警战署保二总队 本来就是说要扩边 然后现在是说 据说是要扩增到4500人 本来是1200人 足足快要变成四倍了 然后还说要加强步兵训练 强化作战的能力 当然外界就质疑说 你这岂不是要把警察 变成第二陆军了吗 第二陆军 可是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还出来否认 结果现在越来越多的 训练的细节就出来了 比方说七月就说 警政署这边已经发函了 要做什么呢 说八月中要调训 七百多人在新屋反恐训练中心 实施步兵作战训练 这不就刚好就被他们讲中了吗 蔡委员 这个拯救可能比较不熟悉 我们军队用于那个心情的听懂 请问一下 你宪兵赢得好 你现在部署说第二陆军的警察也好 是 或者是什么反恐训练中心也好 在军事上什么都叫轻步兵 不信问信听 轻步兵 什么叫轻步兵呢 就是我走路可以抬得动我的武器叫轻步兵 这次俄乌战争证明这件事情 轻步兵一点屁用都没有 我不客气讲 为什么都中火炮 你根本看不到轻步兵上去通死光 乌克兰就是最近反攻为什么会死了两万多人 为什么 他以为坦克车在前面后面的轻步兵上去应该很顺利 哪知道坦克车上面 俄罗斯竟然拿匕首导弹起来打坦克车 我老天你这成本多高 请问你 全世界有一个手上比匕首导弹更厉害的导弹 数量更多的国家在哪里 中国大陆 所以战争形势改变了 我不晓得这些人在演什么 我真的都搞不懂 宪兵就是轻步兵 砍个枪后 也标枪 以前刚开始我们还是歌颂标枪刺针 很厉害 最近怎么没有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学会 学会 我就用大炮打你 我们唯一算是重装的陆军 就是228炮兵 我再说一句 我们的炮兵最糟糕了 那什么榴弹炮 那不用讲 那没什么火力 在战场上那种重火炮 是又派不上用场的 然后我们那种固定做的炮很多 可是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多 或者二次大战后刚出来的多 我们跟美国买一个 帕拉丁的自走炮 他都买不到 炮兵最怕什么 我打完了以后对方发现 位置啪嚓一下就不见了 整个炮兵的脸全部死光 所以炮兵要打完马上移动 你看现在空中监视很厉害 对 我们逃不掉 逃不掉 所以美国不卖 帕拉丁自走炮给我们 你要知道现在炮与二路战争 说我今天发了一连串 比如五十瓦几十瓦 我再快再厉害 我再差不多三分钟发多少 三分钟不移动 马上被锁定 马上结束 问题是大陆不是三分钟 一分钟 你发爆就被锁定 那怎么办呢 所以玩这个游戏 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护航 蔡英文赶快逃到宇纳国岛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功能 真的没有功能 你能够多少 一万一千人 对 我跟各位讲 清步兵在俄乌战争上 只要冲上去死亡率百分之九十 这么高 是啊 你只要冲上去就百分之九十 对方是重武装 是 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 那个战线是多长 战线将近有快两千公里 北边南边总共加快两千公里 两千公里 他发 乌克兰 拼老命 一天能够打五千发炮弹 就已经阿弥陀佛 因为那个炮兵的炮管 打热了以后会软掉 你们可能没有想象 因为我是兵工出身 会软掉 你不可思议 可是有个地方材料很厉害 对方 什么打都不会软 俄罗斯这么厉害 不是 对岸 中国大陆 美人中国 他的新式的火炮 怎么打都不会软 再来 俄罗斯一天可以打多少火炮 一万两千发 什么叫一万两千发 大概你睁着眼睛了 天亮了他就可以打 那跟各位 中国大陆火炮 的力量一天可以打多少 十万发 十倍的金额 因为他的生产量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像那个刚开始 我们大家的呼吁说 这个俄罗斯用匕首导弹 打那个爱国的飞弹 还有点道理 再来这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匕首导弹去打 那个海马斯的飞弹车 我们就觉得成本不太对 那我想匕首导弹很贵 俄罗斯应该没什么钱 可以做多少 他现在天天在打 打那个战车 什么爆二来挂 什么东西来挂 我们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那么多 可是对不起 到今天为止还一大堆 是啊 那有一个地方 生产这个比锁导弹 更厉害的生产量 是俄罗斯多少 两百倍 生产系统是俄罗斯两百倍 俄罗斯炮弹打完了以后 工厂出不来 还要去跟北韩伊朗 对 埃及调货 对 一样乌克兰打到没有炮弹 还要北约到处去掉 就发现北约都空 空了 工厂也生不出来 不出来了 对 可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俄乌战争时候的炮弹量 中国大陆的生产量 是他们的三十倍 你是面对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 是 好吧 美国很不道歉 美国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们冷战结束了以后 通通发展什么反恐武器 反恐 只有传统的炮弹的生产量 该关的大概都关光了 他也没有能力生产 所以没办法给供应给 那比较贵的导弹 他能够做也做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一场战争 其实要看的不仅仅是两军的较量 两军的实力要相比 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武器 你要临时 比如说像炮弹这么重要 你要自制的这个能力 在哪里 台湾如果真的是跟解放军一旦 真的交手的话 要用弹药库给我们看哪个县市要 那个弹药库以乌克兰的状况 你只要弹药库盖好了 因为当然规模都很大 一打就下去就不见了 那民进党当然会不断的讲 我们是台湾主权 我们一定要保护住 我就不得问赖清德 我们有台湾主权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 你说当然有啊 你看我们有印钞票 我们有军队 不是 主权这个叫政府 也不叫主权 主权就是美国有没有跟你建交 美国有跟你建交 你就有主权 美国没有跟你建交 你就没有主权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检验的道理 那美国为什么出兵到科威特 因为科威特有主权 为什么出兵到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有主权 所以现在的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台湾没有主权 所以美军愿不愿意 付出庞大的带政 来这个为台湾 来打一场战争 我个人认为 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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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